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又是我许刘先生 还有我们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好了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又是否搞错 人家很惨 不是笑记招里面的小朋友的遭遇 只是笑中间那位施丽山搞了一个这样的记招 再兼着一个调查报告的分享会 因为我看到真的笑了 你要小心点 整件事 你会让在场的小朋友 他们会感觉到一件事 甚至乎误会了一件事 是否政府真的不能够做好心来帮助他 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会促成下一代 即是现在这些小朋友 即是有些不太好遭遇 称之为单飞的儿童 有些情况出现 是否政府问题 再加上如果有些网络上的人 又向他们指指点点 大家都知道这些小朋友 拿着手机 比吃饭更多 因此在网络上自己的新闻 或者有关于自己的报道 出了之后 社会怎么看自己呢 这个要很小心去处理 我看到施丽山这个记招 亦被不同的媒体怎么写呢 就说他们这个社协调查报告所指 有八成的跨境单亲家庭三餐不计 甚至乎有一些以商情证来到香港 想着照顾一下小孩的时候 因为家境问题 甚至乎为什么政府不给他们更多的援助 他们没有更多资源 让他们为了省钱 要上山斩柴 来透露煲水 才有热水用 甚至乎做农夫 或者野人生活 自己种菜 不是种的 种也不够时间 因为有点地 你才可以种到 就要上山 就不是彩虐 要看有没有野菜 来摘来充饥 甚至乎有些人说到 哇 这样的环境 都很害怕 新年流流出去见到朋友 到时 人家给例示你 自己有没有钱回回给他 就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其实 人家包多少给你 你就回回多少给你 就算了 那也不行 一出一入 其实都是同一个数字 不知道他们怎么看 整个什么报告 什么统计 我们就不说太多 我们看一看 看到施丽山和朋友 举起这些标语 我看到也挺搞笑的 这些标语 例如他写什么呢 分隔单亲要团聚 共创幸福见明天 然后另一个是什么呢 无证无消费券 鞋子欠钱学习 我就不认识了 如果你无证的话 那就是无消费券的 很正常 没理由连无证的 都可以拿消费券 如果是这样的话 香港很多的旅游人士 个个 走来香港拿消费券 那还整个世界呢 无证就可以拿消费券 不行 现在重点的问题就是 这类型的中港婚姻 会产生到这些 叫做单非的小朋友 即是父母 其中一方 就是非香港本地居民 即是内地的朋友 如是这些小朋友 就叫做单非 也随着有一些家庭 各把 可能就离开了这个世上 或者甚至乎 人不知跑去哪里 或者都放弃这个家庭 即是 我不要你们了 即是炮妻气旨 或者气旅 什么都好 因此出现了这些家庭问题 如是者 因为身在内地的妈妈 暂时未批准这个叫单情证 只能够用双情证来到香港 多些叫做照顾小孩 照顾小孩 这样的情况下 你拿着双情证的话 你是不能够找工作做 不能够找工作做就现在了 史丽珊目前所提及的这个案子 这位妈妈 没有工作做 也就是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就只能够上山 收拾菜吃 这么可怜 我觉得很夸张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为什么需要搞成这样 第一个疑问就是 对不对 照道理 把小孩 和他自己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做 其实是在内地可以找工作做的 为什么不回内地工作呢 回内地生活呢 这样是不是对成家人会好一点呢 是不是一定要被迫住在香港生活呢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搞到小孩这么辛苦的生活 虽然他们可能有一个迷思 觉得不是的 香港的教育好很多 一定要留在香港读书 读到大学就最好 香港政府也有责任的 这些话我是很恨听到这样的 而且会问为什么不快些批评单程证给他们 甚至乎现在的单程证的配额 还没有用尽的 是否搞错 如果真的还没有批评给他们 那就还没有批评 不一定是每天都要用尽用爆 未合资格 或者还有一些申请程序还没有完成 那就批评不了 可能真的不行 或者还没有到 或者欠了什么 不可以因为他们很可怜 或者因为那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就要提早 或者甚至乎打开方便支门 让他们尽快拿到单程证来照顾小孩 现在就间接地 因为那些小孩 他们是有资格申请这个中援 为什么 是否叫完全贼菜 什么斩柴煲水 这里一件事 其实都是可以叫两份 去用那份中援的钱 只不过凸了个妈妈出来 那份中援 不是用来照顾妈妈的起居饮食 甚至乎什么派例是 因此你说不够妈妈吃 那当然是 对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吧 与其在香港这样去 捱这个生活的话 又不可以找东西做 又没有收入 只是拿着那小小的纵援 那倒不如 回内地居住 是吧 没理由的 施丽山为什么你不建议 他那件事主 回内地生活 或者转介内地有关的单位 怎样可以帮助他们 不是的 就杀有介事 打楼打鼓 叫职员来 弄这么多海报 又打了这么多字 搞长这样的记者会出来 究竟他 是不是真的在帮人呢 还是假装做事呢 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很大疑问 也有分享些什么案件 原本说有个太太 就50岁的 说他一百年的时候 原本都可以批得到单程证 怎么知道 老公忽然间就离开他们 拒绝签一些文件 所以就没办法领取到单程证 这个是你手续上的问题 你就叫个老公 就去签这个名字 就好过去搞了那些什么 记者招待会 为什么不可以通融一下 如果这个又说要通融一下 然后那个又说到自己的故事 可歌可歌可歌的那些 然后通融一下 通融一下 那些人都在门口 就说拜托你通融一下 这些 没得这样的 疫情前就会回到内地做事 赚钱 给女儿补习 和参加放外活动 因为疫情期间 决定留在香港 继续照顾子女 所以就说什么叫被逼 就靠中门导日 我说什么叫被逼 被逼这么辛苦 没人逼你 没人逼你 可以长期一点 回到内地做事 然后看看如何 透过什么途径 让个小朋友 可以得到你在内地工作的钱 来到生活 还会好一点点 那你说不是呀 香港没有人照顾的 老实说 在香港我不知道这个小朋友 有没有亲戚 甚至乎香港有社工这件事 不会看着这个小朋友 就没人照顾 而一个人就在生活 调调的 不是呀 缺乏妈妈的关心 就算妈妈在这里 都关心不了什么 都是好像这个记者招待会 然后说到几句 捉襟见肘了 哭啊 没有钱搭交通工具 所以就要在这个爬山 去扎菜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能这样 所以我们因此 看到这个记者招待会 有些小朋友 都出来说 就说了 因为 就和这个没有单程症的妈妈 就被逼 是靠中缓维生 交了租金 还有水电之后 都所如无几 放学之后 都要做兼职帮补加计 这一代的小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不像我们 我们小时候都要做兼职帮补加计 虽然又没有说要帮补加计 就是想赚零用钱 给自己买马书 买牛仔褲 这一块股 那时候有没有想着要买这些 没有 我自己反而 是吗 我自己没有 那时候赚钱买卖马书 就很开心 买什么天子传奇 哇 很贵的 就是什么 浴郎 那些书 哎呀 这个是一件事 烧不少钱 是啊 又喜欢看 一个星期就要买三四本 这是最漫画 想起那时候的生活 真是过人 虽然辛苦 所以这些学生歌 这一代的 不要想着做兼职 就叫做很辛苦 现在不是的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 现在这一代我想就是会买一些网友用的网友卡 或者买一些虚拟道具 虚拟宝剑 宝物 玩这些 不会再看什么漫画书 这些老鬼才会这样做 老饼啊 还要十期十期的交代入住这些漫画书 就是去报纸档等 这些漫画书 哪里有这些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大家那样东西就不同了 那他说在疫情之前 说那妈妈不在香港 令自己幻想了抑鬱 近这几年 因为那妈妈在身边 就感觉安心 成绩进步 考到全班第一 就说希望妈妈 可以获得单程症 老实说 这些是个别例子 那你说那妈妈 究竟来到香港的时候 那你也会说吧 你有兼职有中门 那妈妈也能够在你身边照顾你的话 其实记住 那个中门也是政府给你的 不只是靠你自己兼职的收入 对啊 没错 这些钱不是天下来的 你兼职的钱只不过是一个辅助 是一样的 还有记住一点 也不要说 哎呀 为什么政府不给单程证 或者是怎样 所以我看到那个很好笑 如果他们有了单程证 有了身份证 就可以拿了现金券 消费券 调子消费券 可以拿了 所有的福利都可以拿了 在手里 所以看到施麗珊也说了一句 很搞笑 又是什么穷中之穷 又是他们想做事 不依赖福利 我都明白 就是你说他们有了单程证的话 就能够 可以找东西做 是的 就是叫自己 养活到自己 你说做一下什么 淡仔 或者做些什么 都叫做有份工 起码都不首次 应该都容易的 就是在香港找东西做都容易的 但是问题就是 他还没拿到这个单程证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又需要照顾小朋友 小朋友还小 你又自己不能够在香港找东西做 与其你在香港这样 在上山收拾菜食 你倒不如回内地 是吧 回内地你又可以在内地找东西做 我相信 内地居住的那个面积 都应该比香港大了 是吧 是的 工作机会多这么多 也都不用说一定要在香港读书 还是怎样的 我们看那些什么 蔡少芬 是吧 就是说 上海的生活 好到无可再好 他说 无可再好 你说多好 是吧 多厉害 有不少香港人都在内地找食 还混到风生水气都不少 是吧 好像有一名小小粒的演员 是吧 在内地做直播带科 很多人看的 很好生意 是吧 内地机会 很多人眼中是更多很多的 为什么都要在香港呢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是吧 可能狀元都可以做 就是要回到内地读书 香港都已经是考第一了 记住考第一这些是个别例子 千万不要将这些叫无限放大 就算你说哎呀我不会大货的 你就问一下小小粒 有没有请不请助手 就是他煎的什么牛扒 煎的食物给他吃呢 我保证你 不用收拾野菜吃 你只小小粒煎出来 他吃一两份 其余的那些 你就拿回去吃 只是那些 都吃到你 起码有一半的身形 还有记住吗 除了这些单亲妈妈 或者不知道是 还是单非妈妈 怎么样也好 杨思琦 他不是这样 对啊他也是这样的 他们是不是在内地 都是继续这样工作 带一下货 有直播 有做其他不同的活动 他现在不知道 有老公还是没有老公 我也不会知道 只是看到他自己一个人 有 有老公吗 结了婚了 结了婚了 好像有第二个小小孩 很复杂的 感情瓜葛那些 还有李国伦 在内地带一下货 有很多的 其实不专业 直接去内地发展 小朋友 读书 当然不专业 本身有很多钱 我意思是在内地读书 并非是什么坏事 就算你读公立也好 并非说是内地的小朋友 有很多选择 就是这样担心 是不是一样 一定要勉强留在香港 勉强没有幸福 是不是 这个对 没错 其实 你小朋友 他是香港人 没错 但是你自己不是 斯丽山这个事主的妈妈 他不是 与其是这样的话 方便自己照顾居住 照到你应该要回内地才是 可能的 但是斯丽山我就觉得 为什么他会拿这件案子出来呢 因为始终也是 如果不找些事去做 没有人向他们求助 他们的社工就真的没有事去做 会不会是这样 希望不要这样 尤其是最怕炒起到一些 中、港之间 这种撕裂式的矛盾 我也不希望看到 没错 不应该 无需一定要勉强在香港 内地也有很多发展的机会 尤其是我们看到 内地 刚才我们提到的手游 圆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圆神很热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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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手游 风魔 风魔全球的 全球 华人地方更甚 又有很多不同的副产品 周边 就是内地的文化和科技软实力的结合 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否一定要在香港的小朋友 他们读书 成才 之后才做到这些游戏 不是的 我看不是的 机会很多地方都有的 如果你相比起 我觉得内地的机会 那些资料是比香港多 对吗 所以无需 就是为了一个香港人的身份 就把自己一家人固定在一个小地方 没有必要这样的 放眼世界 或者不要说世界 放眼中国也很厉害 对吗 也不知道有多少万千的选择 可以给到大家 没错 是的 有机会 你自己上网点一下是什么 原神 原神出竅的原神 我没记错 是 没错 我没玩过 但是我听过这款游戏 是很出名的 在内地 在世界不同地方都有玩的 这款游戏很厉害 还有画面 人物设定 甚至乎整个故事等等 很多延续性 就是证明到真真正正 内地的软实力在哪里 有些人在笑 内地这样 内地那样 又不好 小粉红 我们有很多好东西 你只看一看这个游戏 你就能看到很多背后的经济 和实力 到底在哪里 好 我们先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